应动员的受伤跟他们的付出 这些算明是完全不懂的 我们本身虽然是看过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 就好像你本身有打球的 你本身也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们这些 算明也好 自媒体也好 你要去看 你要去亲身体会一下 什么东西叫做真的是 应动员的付出 是不简单的 上次不是经常有 他们很喜欢去跟 吴有云拍影片 你看他一个早上他一次他都 一set 他们都做不完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们在讲了这么多 有时候真的 你叫他们去试一次 一set就好了 欢迎大家来到 那些运动教会我的事 这里是一个通过运动 来探讨人生 分散训练心得 以及科普运动时事的平台 你是否还记得 当初那股对运动的热血 是什么味道 你是否还记得 那些运动为你的人生 带来了什么启发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认识少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画龙 那些运动教会我的事 开播啦 本期的嘉宾 依既是来自体育媒体的资深大哥 上期内容 我们谈到体育媒体 如何在运动推广中 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仅只是负责 报道些体育新闻 同时也能成为运动产品公关 帮助赞助商以及运动员本身 在现今科技发达的时代 运动总会或球队本身 也能通过简单的拍摄器材 上传至社交媒体 提高曝光率 借以吸引更多赞助商的加入 从而拥有更多的资金 去发展该项运动 最后我们也提到 捍卫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不该修改水印 或是盗取别人花上大量时间 以金钱成本的作品 如果还没收听上期内容的你 我会建议你点击连接 先去收听 以便更能理解 我们接下来所谈到的内容 这期我们会谈到 关于网络媒体素养 前线媒体的心酸 以及传统体育媒体 未来所面对的挑战 同时资深大哥也分享了一些技巧 如何能够让自己 加入体育媒体这行列 还有就是这些年 他个人从体育媒体 所得到的领悟 戴好你的耳机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好那我们刚刚也是聊到 就是说称媒体的热度 就在刚屁幕不久的奥运会吧 我发现资深大哥 你也在奥运会闭幕那一天 发出了一则贴文 那似乎很感触一些 当今媒体的现象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我看到一句你说 东奥过了 又谁还记得运动员是啥 相比起东奥比赛内容 趁日度的自媒体 或是网络专家 酸民们 似乎更成为了一个焦点 对此身为媒体人的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写那篇文呢 其实是我是在感触 我们奥运会嘛 奥运会是属于体育类吧 体育类呢 基本上是在最前线的嘛 对 基本上在最前线是没有人看到的 然后所谓的自媒体也好 称热度的也好 他们就看到了那个成果出来的 哦那个明星选手也好 帅哥也好 美女也好 他们就用那个方式 就是聚焦的方式 很shift forward的 这个帅哥应该可以 他们就做这种帅哥的专题 然后做美女的专题 然后我们提前线的 我不是说我的网站而已啦 南洋 新洲 中国 我们的传统媒体 你可以去问 所有的记者一天要写多少则稿 而且我们写的稿不只是马来西亚 中国也要 日本也要 香港也要 美国也要 有金牌就要 然后有一些特别的 我觉得每个记者至少一天都应该要处理十则 十五则 问题是我们处理这么多稿 我们丢出来的就是很资讯式的 给你知道 日本拿了摔跤多少个金牌 美国一百米 四成一百又输了 意大利拿了男子一百米 史上第一斤 然后再拿一个四成一百米 然后跳高 我们昨天也提到吗 两个人共享 对对 你觉得这些我们这种比较资讯式的东西 你觉得这些 所谓刚才你说的 沉热度 这些你觉得他们会去写吗 不会啊 那他们就不注重于比赛内容 对 所以我说 奥赢过来之后 运动员是什么 对他们来说 我知道咯 你一直讲 我知道 书伟什么咯 然后我知道 是定风咯 就是这样子吧 然后你问他 男子一百米 金牌是谁 不知道 知道 知道什么项目 哦 是哦 什么项目哦 我觉得他们连麒麟赛是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 为了麒麟赛 我们还要再去找功课 什么是麒麟赛 我们还要去看 为什么有复活赛 复活赛又是什么 然后马来西亚参加很多项目吗 就像大家跟你讲 帆船 是 帆船 什么是470 然后什么是Racer拉道 Racer拉道是怎么比我们 作为这个体育浅线的 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下 原来是比5天 5天里面有10个回合 很多人不懂 以为10个回合比完之后 就产生金牌了 对吧 没有 他10个回合比完之后 全10名 在进决赛圈 他不叫决赛圈 他叫Matter Round 就是真奖牌 这些内容 我就讲 这些内容 我们在提前线的 我们是做到半时 找资料也找到你 然后就好像 你有看滑板吗 这一次奥运 没有特别关注滑板的新闻 但知道他是在这次的奥运 才新增的项目 对 金牌几岁 12 金牌几岁 13 全部都是小孩子来到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东西 为什么年纪这么小的 所以就大概了解一下 原来就是年纪小的 不怕跌 不怕跌倒的 跌倒就是爬起来咯 而且是滑板 我看了几天的那个直播 他们很开心的 就好像一般小孩子 就好像中学生 在上体育课 大家一起玩 他们的概念就是 大家一起玩 看谁玩的比较漂亮 他们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他们也忘记裁判的存在 还是那个 一个小妹妹 13岁都完成了 完成一个高难度的 回来很开心 全部人用相机报答 大家一起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算是奥运精神吧 对啊 这个小孩子来说 我们就觉得 比这方面我们看起来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还有很多很多冷门的 大家都不大清楚的 我们也不大清楚的 我们也要去了解 哪个地方跳水 他们写什么 当局龙书 潘德雷拉书 我们还要去看 第一跳多少分 第二跳多少分 第三跳多少分 为什么第三跳这么少分 我们还要去找影片也好 看直播也好 原来第三跳他出问题 变成我们要去找很多这种资料 就是来凑成一个 我们是怎么说 我们体育新闻的一个 比较丰富的一个资讯嘛 难道你只是想要写张俊宏的话 我们可以写 你要写多少 我们都可以写 整路访问罢了吧 对对 我们可能连线就好了 可是比赛过程呢 看你本身怎么看法 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体育记者 就比较习惯 数字化的来暴涨 嗯哼 你有发现吗 自媒体有放美国男男吗 自媒体有放美国男男吗 除了蓝球page不要说 画边新闻吧 就是不着重点的新闻 对了 然后有人去写日本女蓝球阶赛吗 也没有 中国女排出局有人写吗 有提一下咯 因为她是上街冠军 对吧 你看这一方面 我们都 就是我们体育新闻 我们 角度是不一样的 自媒体也好 一些page也好 比如一些page呢 他们赚乙球的 他们就赚写乙球 一些page赚写篮球的 他们就赚写篮球 然后只是踏些下 可能马来西亚检手的 也带进去 也带进去 然后我们做这个 比较 综合性 就是比较综合性 很大 就是 全部都要的 嗯哼 所有报纸的体育板 就是什么新闻都要的话 不可能止血篮球也不可能止血 而以修马 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要做的东西更多 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要采访的 我们会 带出来的 所以 你就说 称热度的 你会觉得 整个奥运他们称热度 称最多的是什么 称帅哥吧 那就 羽毛球吧 羽毛球就是 其实我也挺感叹 我在最后一天 我就说 那两个星期下来 你记得什么 记得wash out 时间啊 或者记得哪个帅哥啊 那决赛那一天就一直在说 哦 人家犯规啊 根本没有人去注意你们 前线媒体真的是 没日没夜吧 那就没有人去在乎 每个人去在乎的是 就是那一刹那 就是可以有什么热度就撑一下 制造流量 我刚才说了 离指甲怎样输给陈龙 大家都没学啊 大家都没有弹啊 反而就叫他唱歌吧 对吧 对吧 然后 我还要去找中翰 就是跟中翰教练 问他 然后他说 OK啊 可以啊 我可以 我可以跟你们连线啊 所以我就叫他弹 他就分析 为什么 陈龙怎么打 指甲怎么打 第三集为什么会出现拿五分 他就是 我们是觉得这一方面会必须要给大家知道 因为很多人在网上 看来看去看到最后只记得他在唱歌 他给人家叫什么称号 对吧 是 所以我们反而是我们这些正规的 我们给人家带来资讯的 就是为什么陈龙会生 陈龙生在哪里 他到底什么东西厉害 没有人记得的 也没有人去理的 他们只记得 帅哥出来了 现在今天又刚刚出了单曲 看到吗 就是变成很娱乐化了 我们没有讲 运动员不可以 其实运动员是可以 只是说 看你怎么看待你自己 然后 看你怎么样去取舍那个新闻角度吧 我们做体育的大家都会 比较偏回 我们自己的就是比较数字化的 就是所谓的成绩师的 然后再从成绩师的那边 再去找一些感人的故事 一些记忆的一些故事 就好像 14岁的全龙禅 你有看他的跳水吗 那天 五跳 三跳 满分 我们全部都 太扩张了 虽然每一个国家的 媒体的角度都不一样 中国当然是讲到他很好 吹捧到他很强 然后可能就有一些欧美国家就说他 没有表情啦 然后他是 什么机器生产出来的那个产品啦 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周边国家也跟着起哄啦 就是说 才14岁啦 就是类似什么说是非法同工啦 他们有各样的角度吧 如果说 以我的角度我是觉得 我们不要去谈这些东西 因为你不需要把政治派进来体育的 对 你看他14岁是顺练虽然是很辛苦 可是反回来 你会不会 21岁才去念跳水 就不会了 21岁你有人权的吗 对吧 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不要练吗 你21岁才去念的话 你觉得你会练出什么样的经济 的确虽然他们14岁年纪是小了一点 而且是中国式的那种训练你也懂 会比较刻苦 他们的一生就真的只是为这个体育复作 然后很快就被淘汰了 就好像我们跟杨祝梁教练一谈 他说其实在中国队很多时候16岁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就被淘汰了吧 对 因为他们是那种万种嫌疑 或者是几十万种嫌疑的那种情况 你就是他们要去无存经嘛 就是最好的人才可以留下来嘛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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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选手 只是说他们就是可能上不到那个奥运的level 或者是达到那个世界级的水平 所以很快淘汰 所以怎么看吗 你觉得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选手这样一路被淘汰 然后可能那小小就已经投入 然后一早就被淘汰了 一生就这样子没了 还是讲说他们 所以就是有一些国家觉得这种是对 选手来说是一种很不好的情况吧 嗯哼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相比起你们在前线的媒体记者 对 为了一篇所谓真实性有数据考察的报导 你们就花费了很多功夫 每日每夜的在做报导 而自媒体或者是说网络专家们 就可能就是只要撑对热度 那自然造成的流量会高过你们 也让你们有一种心寒吧 对吧 也不算心寒 觉得大家各有各做吧 可是做了之后 你会觉得你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 是是就很像不被珍惜 对我们做到半死的东西就 啊就这样子 然后人家就随随便便哈哈哈哈 然后就你看到的那个数字出来 哦 哈哈哈 能够成过整个奥运会 所以很多时候呢 所以我才会讲呢 就是奥运之后 运动员是什么 有了 13年之后他们再去找回同一批的运动员 这批的运动员 5年前他们找过了 嗯哼 奥运会第二天我就他们有看到 他们就说哪个某帅哥 然后就说哦 这个其实在前那个奥运会 我们就有谈过他了 那就这次又再来吵过 所以你觉得2016到2021 5年期间 你觉得那些运动员 在他们那边曝光有没有超过10次 我觉得连5次都没有 嗯哼 就就不被中视了 除了李中伟不要讲了 除了上一届还有谁 所以陈炳顺吴 刘盈不要讲了 我们说即使像沈威胜 帅哥嘛 一开始大家都叫他小鲜肉嘛 在那5年中间 大家有没有理议到他的成绩 大家知不知道他在冬运会拿了多少金牌 大家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觉得大家都完全是没有去理他的 然后奥运会出来 哇 哇 沈威胜比5年前更帅咯 就是这种方式咯 然后现在结束了 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帅哥出来了 然后沈威胜就没有人提了 对 就大家不再把一个重点放在他身上 奥运结束 你讲的第二天之后 到我们的羽球一哥出现之后 沈威胜的名字还有出现过 就没有出 没有那么引起关注了 所以我才会讲 运动员是什么 对于他们来讲 然后那些酸民你看 我们说过了 560沈威胜他们训练到办事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运动员的那个训练 是不简单的 然后那些酸民讲 你这样厉害你去打啦 这样的球都借不到 这样的球你都投不进 这个你在篮球场是听最多的吧 只要你去坐在观众席 那些uncle也好 那些小弟弟也好 这样子的球你都挡不到 这样子的球你都射不进 你懂那种选手 每一天的训练 三个小时早上 三个小时下午 他们换的衣服 一共有多少件 我相信 你也知道 你看篮球员就好了 写手练完了之后 那些湿的衣服 以为真的是有人帮他们洗啊 都没有 他们都必须自己处理啊 对啊 然后你一天 你可以换多少件 早上换两件 下午换两件 一天四件 晚上回去 还要洗衣服 对吧 这种生涯 你有多少个 运动员可以挨过呢 还可以来洗 受伤 大马蓝总 你也知道国家队里面 多少个球员 因为受伤 离开 他们的生涯 就是这样子就没有了 然后怎么办 以前 读书 你也知道 成绩就是很一般 然后 离开了国家队之后 怎么办 输又不能 运动又不行了 你真的打个比方 你真的断了韧带也好 脚的那些骨折也好 你真的 你以后的往后的那个体育生涯 还是完蛋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运动员的付出 有谁懂 我们 其实我们看过的 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已经听讲 必须要去球馆 即使是篮球也好 野猫球也好 我们真的也是要去球馆看 不是去看 就是说要做采访的时候 我们也时间被 偶而有机会 看得到一些球员 你会看得到 他们是完全是不一样 就是他们的付出 打个比方 刚才他们说的前红产 对 他每一天 还是一个星期 我认为他 好像说他一天 要跳四百次 想象一下 就好像 大家都懂 Cobie Ryan 早上四点去篮球馆 对吧 他之前 他还没适时之前 他不是大家都有提吗 他每天早上四点半年 每天四点的洛杉矶 对 每天四点洛杉矶 他去球馆做什么 教练都还没来 队友还没来 然后他自己去 然后他投多少类球 五百例 一千例 你就是必须这种 累积下来 这种运动员的付出 没有人懂的 大家只能当算民 讲 这样子的球 你都是不定 这样子的球 你都记忆到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 类似这种 因为现在 你看网络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下面的那个留言 是很精彩的 讲到自己 好像很 所谓的专家 哇 你可以看 哇 这一跳都不对 对啊 连跳水都可以 comment 我们讲 哇 你自己上去十米台 你就知道了 一个比赛要跳五次 初赛跳五次 半解赛跳五次 决赛跳五次 所以他们要跳十五次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 然后 很多项目都是 大家都是要苦练出来 所以 运动员的付出 绝对 是不简单 你可以 就是 你就像你的这个 节目这样子 你问很多选手 一天他们训练多少个小时 即使像冰棒也好 大家都讲 冰棒很好啊 站着不用跑啊 可是他们的伤 手腕 对吧 是 咬 膝盖 手肘 他们这个几个伤是一定的 然后 以球的伤 也经常有的 angle 你要挤停 要转 要推 所以他们 运动员的伤 跟他们的付出 这些算明是完全不懂的 我们本身 虽然是看过 可是我们也了解到 就好像你本身有打球的 你本身也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们这些 算明也好 自媒体也好 你要去看 你要去亲身体会一下 什么东西叫做真的是 运动员的付出 是不简单的 上次不是经常有 他们很喜欢去跟 吴友荫拍视频 拍影片 对 你看他一个早上 他一次他都 一set 他们都做不完啊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们在讲的这么多 有时候真的 你叫他们去试一次 一set就好了 我们就说 你能成的完的话 你再来讲运动员 所以有时候 我们看得到那些 算明里面 有一些是 讲话会比较 正规一点的话呢 我们觉得 应该是运动员而已 有时候可能他本身 以前有打过球 还是他有念过的 因为最近 我们经常 也不是经常 但是我会去看一下他们下面写的 的留言吗 你就会发现 对于那些留言 你就会发现 那有一些真的是 运动员出生也好 或者曾经是参与过这个活动 或者真的是有投入的 就是他们说的东西是会比较有知识性 也比较有针对性 也比较有针对性 不会像那些人就是说 说那个澳洲选手主打 你也不能说主打 所以有朋友告诉我 他说澳洲选手主打 我说赛道这么大条 又没有讲 不可以给你割车啊 他只是前面三圈 不是一个黑色衣服的老 uncle 对 必须跟着配数员 对 那个配数员 第三圈 他出去过了那个终点线 你们就可以超车了 他们讲 为什么前面的那个 澳洲选手主打 澳洲选手是 我说赛道这么大条 谁阻挡你哦 就好像你在联邦大道 三条车道 为什么你要去跟着一辆慢车 会不会呢 你可以自己出来的 只是说就是那个 技术的安排 跟技术的部署 大家也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 Jason Kenney 他会突然也冲出去了 然后 Azizo跟那个 荷兰的Levelson 他们两个的特长的特点是在于 最后两圈的爆发 是 我个人猜他们可能撑不完三圈 因为你一追上去 而且是他跟 那个Kenny的位置太远了 如果他追上去的话 他要花费的力更大 然后即使他追上去之后 他能不能够撑完那个三圈 所以那是一个战术部署 不是那种 所谓的那些专家说的 给澳洲老挡车 然后又这个 又那个 为什么那个 那个配速员骑这么慢 配速员的速度就是这么 就好像你有看F1的吧 F1就是发生撞车事件 或者是发生一些危机事件 他们会出一辆Safety Card 也是领导车 那领导车一出来 大家就要排队了 比如你在第14 你不可以割车了 只要安全车一出来 然后大家都要跟在安全车后面 只要安全车一删进去 你们就可以直接加速 每个比赛都有规则 不是说你看到的 为什么不可以割车 为什么第一圈就不可以割 为什么他要从5号会 为什么前面三圈他又不割 这个就是规则 对吧 这个就是可以 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 就给出了这样子的一些恶评 然后他们讲 为什么那个三圈 大家要跟在一起排在一起呢 这个就是规则 你来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怎样跟你解释 就好像篮球 为什么是24秒进攻 为什么变28秒 你要怎样去跟人家 你是裁判吧 你要怎样去打 国际栏定下来的规则就是这样 红标传球8秒挂场 24秒进攻 我们这个是基本的规则 我们都懂 人家骑灵赛就是前面三千不可以割车 就是人家的规则 对吧 这些算名你至少你先去了解 甚至有一些DJ 我们也没有做功课 我们也没有话讲 这种情况 你至少你做一个基本的功课 好不好 你先去了解一下 至少你对那个项目了解了 你才在那里说 给出建议或是说评论吧 即使你叫我平风凡 我也不懂 不过至少 我有去了解一下 我风凡是一天两个回合 然后每个回合里面 他们要来回那个两个point 就是这样子 拉我这那个圈 他们要来回五次 然后五次之后就结束 第一名拿一分 最后一名二十名就拿二十分 累计分数最少的就排第一 我们就是最重要 就是先去了解一些简单的规则吧 你不要去讲 为什么那个凡要左边放 为什么那个凡要右边放这些 我全部不会 我也没有去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我还是讲回来 就是有时候你做些东西 你做功课咯 真的是做功课咯 本期节目由 My Old Sport全体育网配合播出 My Old Sport是一家汇聚体堂最新资讯 最全面的运动报导 为你带来第一首多元化和全方位的优质原创体育新闻资讯 据我所知 他们每周也邀请不同运动员或评论员在脸书进行线上直播 探讨运动最新时事以及花边新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链接 获得更多资讯 我相信在收听这节目的你一定也是位运动爱好者 这里也趁着这个机会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这节目的制作 你可点击一下链接 填写表单和我分享属于你的这些年运动教会你的事 我会在每期节目播出时抽样念出 让节目内容变得更精彩的同时影响更多人 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现在的一些媒体 他们可能就是对于某些运动的理解不够深 那他们也没有相关的专业背景 像我有位朋友他在泰国 他就是体育大众传媒的讲师 就是专门提供培训媒体报导的专业人才 现在我国如果今天有听众 他们有兴趣想要成为体育媒体 那他们能够怎么样和这个行业接轨 基本上各报馆各媒体各媒体 有没有请提抑议者 只能这样子罢了吧 有请提抑议者的话还是说有一些 反正现在这么多的自媒体 你也可以尝试 就是说你自己写一些东西 放在自媒体社交平台上面 然后最近也是会有 越来越多的一些 我不要说羽球啦 我说足球专业 足球专业其实有很多都不是媒体人 他们都是自己看球 然后文字慢慢摸 有时候他们写的东西 比我们媒体人还要来得更详细 可能有一个球迷很熟悉 MBA雄鹿 但是有一个球迷很熟悉太阳 但是有一个球迷很熟悉Lakes 他们完完前前可以知道 Lakes的整个发展情况 他的教练的部署 然后这个冷冠军 他本身打的位置 他们很多时候就是球迷 反而看得比我们还要更深入 所以有时候他们一些网络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在中国有很多自媒体 他们有一些自媒体做的 真的是很不熟 出来的东西 出来的内容真的是很有深度 所以其实他们如果说 在国内有一些有兴趣 朝这一方面 可能你可以叫我们 多看一下中国的自媒体 就是说有一些自媒体 他们真的是 无论是篮球也好 足球也好 他们写的分析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很精辟 对 然后内容也很充足的 其实像他们 上一次我看过一个就是 他分析欧洲杯 意大利对 为什么可以拿完全 然后就是说 他有一些就分析一些 像英格兰 为什么能够进来决赛 然后他们整个球队的 那个板灯实力又不强 还是说有一些很大排球 为什么一直坐在板灯上 反正他们这些东西都 看得比我们还要通透 可能我们就是说 刚才我们要估的东西太多了 两只手的项目都算不完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必须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网路上很多奇才 奇人意识太多了 奇人意识真的太多了 有时候他们写的东西 所以我就跟你说 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帖子下面 看到的留言 我们都会觉得 哇原来这些人真的是 有做功课 他们做的功课 比我们还要强 这些球迷啊 或者说这些听众啊 还是他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不妨就是写一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放在你自己的这个 你自己的page 还是想说你要进步的话呢 你可能多看一些的中国自媒体啊 他们做他们的做法 中国的也好 台湾的也好 香港的也好 就是大家的方式都不一样 不过大家都会有各自的特点 可能就像我们最早期 我们所谈到的 因为很多的总会 目前也还没有在重视 在发展媒体这一块 那就自然而然就变成了 有兴趣的人呢 也就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可能如果希望 我们也希望说 通过这个podcast 能够让更多的体育总会听到 慢慢的引起了大家对媒体的重视 那自然而然 我相信就会 能够把体育媒体这块给 慢慢给做起来 其实就好像 刚才我提到的 可能就有一些专业嘛 或许可以 因为那个专业本身里面 已经有一些粉丝 可能或许可以投稿的方式啊 还是问说 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些稿件啊 像一些足球的那个专业 他们也是需要一些写手 这种方式可能也可以开拓 就是可以尝试 让他们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发展吧 嗯哼 好 我们谈了那么多 我想问看你 马来西亚体育媒体 目前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成为热爱体育运动的草根运动员 我们又能够为这个挑战如何贡献一份力 面对最大的挑战啊 如果说我们以 现理平面来讲 就是所谓的平面就是这个报纸 传统的报纸 你们也知道报纸越来越薄啊 对 你还有看报纸吗 你还有买报纸 我家里有订报纸 我还以为是因为疫情的情况下 没有啦 其他的商业新闻 就整份报纸很薄 没有 现在报纸越来越薄 然后体育版也是受到影响 然后就是会散减版位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 版位也开始紧 体育新闻也开始越来越少 然后大家都转往这个网路上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挑战了就是 还有像现在面对疫情 你不像 就像我们昨天提到的就是 以前全国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到 基本上每一家报馆 都会派人采访 我们去到 吉南丹啊 沙巴啊 沙拉越啊 美里啊 龙都啊 金山啊 你都会看到很多很多的 就是采访记者 还有摄影记者 可是现在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 可能网路上的发展 有快了 就像 那个Live Store 还是Live Step 然后还有一些 直播 所以现在呢 就是有一些 赛事呢 基本上都没有出门采访 所以这个这个未来 应该是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说可能就是 受到一个大环境的影响 然后当你的疫情了减少 你的人手就会跟着减少 对吧 你的人手减少之后 你出门 出波都是开销 在这种经济情况 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的 采访工作呢 就可能化为 这个 线上采访了 而且你看最近 在这个新疫情 这个新常态 在这个新团疫情的 这个新常态之下呢 我们基本上 在前一阵子 每一天都在线上 记者会 嗯嗯 大家都能提了 记忆现场了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的趋势呢 都会朝这一方面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就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可能 就会改成那种方式 是线上采访 然后每一家 包括呢 大家都会可能 就会改成作为 访问 像方的张俊宏啊 谢定峰啊 苏伟毅啊 他们都是以采访 呃 在这种情况呢 可能就是面对面 就是 面对面的采访 可能情况 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 未来的一个新的趋势 也是一个大的一个 挑战啊 就是不会再像以前 这么样的 详尽报导 你懂以前的时候 就是一个 全国篮球赛 除了比赛 我们还可以去访问 选手 还可以访问教练 然后还可以做到那种 今天 就比较特别的一个 可能就是 松波泰兄弟啊 还是讲说 爸爸带队 儿子有打比赛啊 这种场边 还有一些比较 花絮的东西 可能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像刚才 我们也提到说 碍于各个总会 他们自己在 在目前的情况 他们也不去好好的 发展 他们的体育媒体 然后 在面对新的挑战 新的一个状态下 慢慢的 媒体到场采访的 也会跟着减少 我相信 总会们呢 真的得转型也好 那或者是说 在这一方面去主动 要不然的话 慢慢的曝光率 跟推广也会 变得相对困难吧 就是在媒体上面的出现 可能会越来越少 只是化为这个 社交平台吧 如果说 当有一天 面子书说 它不完啦 你觉得接下来的趋势 会怎么办呢 可能就是说 面子书没有掉啦 还是说IG没有掉啦 所以这种情况 是未来是会发生的 所以 因为现在 都比较依靠 社交平台吧 所以在这一方面 大家都可能 就要有一种 比较不一样的想法吧 因为现在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大家也 也避免不了 就是说在这个大红流里面 大家就是 IG红的话 大家都全部 转进完IG 然后以前 一开始就Facebook 然后就 Twitter 我们就这边 会比较少 所以在各式各样的 这种社交平台之下 大家都会 必须要做好一个 准备了 就是说 可能未来的这个 发展趋势 可能就会转为 这个 电子 电子媒体吧 那像 智能大哥 你也聊到说 你在报馆 报界 体育界里面 27年了吧 能否和大家分享下 这些年来 你运动教会你的事呢 就是刚才我就是 有提到的了 就是说 不要看表面吧 就是你 运动员的付出 真的是 不简单 然后 我们采访工作也是不简单的 不是那种 很多时候人家都会讲说 哎呦 你们开心哦 可以去看 免费的球赛哦 你们说可以 你要试吗 打个比方 马来西亚野球赛 好哦 可以做场面 可以看你中文 可以看铃铛 看这个 我们说你要不要来试看 当你从早上八点 进入野球场 到你晚上十点离开 分分钟你连一餐饭都没吃过 你觉得我们采访 就真的是坐在那个观众席 坐在那个媒体席 屁股就冰在那边 十多个小时面离开 我们还要去球员访问 MICZONE 就是昨天我提的那个困难采访区 就是球员打输了出来 你要去问 你要冲 这个时间去问 为什么你会打输 我们还是有做采访的 这边才跑回来 马来西亚球员另外一个又输掉了 又刚刚跑出来 我们又要从上面的媒体区 又再冲回去采访区 就好像类似在大马来走 在上面一楼跟M4 当你一天上下十次之后 你会觉得还好玩吧 球在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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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一半 下面有一个球员你要访问 你是不是要下来 对 下来的之后 你再上回去的时候 上面那场就打到什么的 可能过了五分钟 对吧 可是那场球一打完 教练差不多全部都下来了 你是不是还要跟着下来 问了之后 我们又不上回去 所以我们的采访工作是这样子的 其实很多人羡慕是 我们可以拿采访证 拿那个pass 进去里面看球 问题是 我们很多时候是 一场球是不可能给我们看完 100% 类似你们坐在电视机前面 那天就是看一只夹打成龙样子 浩运会对我们来讲是很开心的 我们可以真的是坐在椅子上面 我们完全全看完一场球 如果说我们的采访很多是在现场的话 你也看过我们在栏总的采访 进进出出 对 然后你们可以整天忙着媒体事情 然后就也没有时间去吃午餐 都是朝人家打包回来给你们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乙球场也好 因为乙球的比赛呢 就跟我们的岩鼠杯是有的fight的 从早上去找到晚上去吃 而且是你可以以求你可以想一下 这一场球打40分钟 另外一场球打20分钟 另外一场球可以打一个多小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运动员的复苏跟我们采访的复苏是一样的 我们是基本上是很少可以 单单静静 做直看一场 即使是决赛 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最后几分 当你到最后几分的时候 你就要下去采访去 我就跟你讲 这么多年来就是教会我的事情呢 就是不要看表面 球员的赢 那个胜利是 底下是他们的付出 你也不要默杀他 他的付出未必比赢的那个来得少 他只是那一天可能发挥不好 对吧 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大叙事 以前大家都看报纸而已 现在我们还要抢时间 一打完就要上 所以在我们时间上呢 我们的精神压力是很 跟运动员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相差的 而且运动员是你可以想一下 他们打完一场球 打完了之后就走了 对吧 其实我们低低着面对的压力 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就是说我本身还要采访还要拍照 我在场边拍了之后 我还要进回去采访区 所以我的工作量会比较大 不过这个也是一种享受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到你的成果 所以就是看你本身怎么去 看待这件事 类似类似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成果 在哪里 然后 所以我那天会写那一则东西 就是说我们的付出 跟人家的付出是不成正比的 然后他们人家得到的成果 就可能是人家会说 我们本身可能是你自己比较笨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对吧 要吗 你也不称一下热度就好了 我也想啊 可是看你能不能够播到你自己那一关 你可以 我可以啊 什么比赛我都不喜欢每一场只是写 成龙 胜利者家 八比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四九 二十一五 就开始到花边新闻 上网去搜寻花边新闻就好了 对 然后 就可以直接到就是我们的 南丹唱歌了吗 然后成龙的儿子很想念他的儿子 对吧 这样我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吧 就是 可能你本身 看你本身要给大家带来的 是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像你目前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自身媒体 也创立了自己的媒体公司 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未来下一个的目标 或者是你个人的向往 从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就是能够帮到 就是更多的这种企业也好 体育种会也好 就是做这个media relation这一方面的就是东西 就是大一个桥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媒体 媒体公关的这一方面的服务 我们也可以帮大家做到 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你们把新闻发给各报 而且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采访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用我们本身的这个所长 也是我们本身的这些知识 和我们本身的能力 就是能够帮到你们全国赛也好 帮到这些体育种会 帮你们发一下新闻稿 然后还是说帮一些 那个什么体育种会的企业之类 就要他们有限制 就是有政治采访记者还有一个厂外记者 厂外记者也是也是官方的 只是说我们没有得进赛场的 然后我们只是在采访就是所谓的奥运花边新闻 他会告诉你好像我们上次去过就是 2018年你懂那只火炬叫祥云吗 就知道祥云是有两兄弟的 就是那个联想公司 他们拿去竞标的时候 他们设计是两只不一样的 这样就祥云那只算是最后悟险了 然后他也给我们去看 然后就是这些就是厂外记者 我们感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如果能够的话当然阿卫运也就想要再去咯 然后亚运我也去咯 也去过了 然后公运1998年吉隆坡 然后东运 东运我四次了 然后马运我也去过了 我主攻其实我主攻 以前你们见到我可能是我主攻是篮球 然后之后我最近这几年我主攻以球比较多 基本上我就 就腾背我去了好多次 苏迪曼背我也去了 世界赛我也去了 以球基本上大赛我都去过了 所以现在我只是世界杯足球赛了 明年卡塔尔应该是比较难了 比较难是因为疫情还是机会 疫情是一个然后费用一个 因为足球我们本身也不擅长 而且你本身如果说你采访的话 还是说你想要以摄影记者身份区的话 是不一样的 可能或许明年对我来讲 我目标是想去杭州亚运 给自己的目标就是 今年能够趁这个几年 就是采访多一些大赛吧 好 那最后如果我的听众对你有兴趣 想要了解你更多 他们能够在哪里找到你呢 我的Facebook都可以啊 我经常都会在线上啊 然后只是现在最近没有什么机会出国采访 也没有什么机会拍多一些照片 所以就Facebook的那个照片也没有什么更新啊 以前 以前基本上 本身也是有看到嘛 我的一些Facebook的照片上面 主要都是以球为主 然后我本身也比较喜欢拍一些表情啊 然后一些场边的一些小工作啊 那这些东西呢我就觉得 对我来讲可能就比较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吧 就是说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说你只是打球的动作 还是想说一些大家都有的东西 我觉得拍出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即将交韩货 就是你我有的那些照片 所以我现在我比较喜欢就是选一些 不动作的就是表情照 小细节一些小动作 而且这一点呢我也就是 有帮一些企业他们拍照的时候 我也有帮他们拍了一些这些东西 就好像他出新鞋的时候 球员们就在场上绑鞋带啊 还是说在看他们的球拍啊 还是带他们弄他们衣服啊 就是这一方面就会比较自然吧 比较喜欢做拍一些自然的东西 就是你叫我拍人像我就 不行就是studio的那种 左边一点右边一点还要打灯 这个还要那个的我就真的是完全 就完全就没有兴趣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场内的 场内的那种很自然的 他们的球员的笑啊 他们球员的 类生那天的如果是watch out的话呢 应该是很多照片哦 嗯哼 然后印尼里双决赛 你有看吗 酷到 酷到稀里滑啦 酷到 那些全部照片都我都很喜欢的 这种可以用一张照片来代表很多东西的那些 你不需要什么文字的 你只要看那种照片你就很容易就是 带路感 你已经知道我的照片就是想要表达什么 就好像我篮球我很喜欢拍劲道的 他表现很多 然后他很多动作 就变成你很容易就是被他照片里面的人感染到的 你一看你一定会笑的 或者是一看那照片你会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开心的 就是有时候我是很比较喜欢用这种的照片来表达 就是我后期开始没有什么文字方面我就会比较少了 最近这个一两年我就开始转为照片比较多 那像你说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子书上找到你 你方便像你在这边和我们说一下你的面子书的账号啊 或者是你一些专业的账号 没问题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全体一网就是myallspots.com 就是myallspots.com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全体一网的这个网站 然后Facebook你找myallspots也是找得到的 然后我本身有一个摄影的一个平台 就是这个spotpixspotspix360 然后里面也是有一些出国拍的一些理由相片 我自己个人的账号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照片 如果说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看照片的话呢 就是可以找我的名字就是CSEESEN 然后空一格吧 应该是有空一格然后LIM 好那最后我也在这里再次感谢资深大哥的友情支持 答应了我的邀约 希望呢我们的疫情能够快点好转 那大家也能够回到日常生活 那也能够实现 大哥你要去杭州 然后去到世界杯的梦想 我也想今年年底就去芬兰跟丹麦 那就希望今年年尾就能够实现 好啦好啦好的谢谢大家 本期个人小总结 其实这期内容原本我们就只打算录制一个半小时 但当我们谈到侵犯媒体知识产权 还有网络媒体双民趁日亮这话题时 我们就不知不觉聊了很久 可以感受到身为媒体人的资深大哥 对于这现象感触很深 但却无能为力 有些媒体为了趁日度流量 把重点过于着重于花边新闻 或是用些文字带偏了整个风向 模糊了比赛焦点 这也造成了网络上有更多的双民出现 在许多的恶评下 默示了努力付出的运动员 这里也套用一句我最爱的漫画主角 说过的一句话 语言是把利润使用不当 便会变成可怕的凶器 以那不经思索所说过的话 或留下的文字 或许在你转身之后 你就忘得一干二净 但其实对于其他人 却会留下很深远的影响 最后想说的是 或许目前我们的能力有限 不能为整个运动产业 带来巨大的改变 但我坚信很多小东西 从我们自身环境做起 尽可能影响身边的人 自然而然 整个环境就会变得更好起来 最后的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觉得它给你带了一些启发 以及想法 还请麻烦你到 Apple Podcast订阅留言 以及为我打上五颗星 你也可以把这些内容截屏 在IG实时分享 并把节目推荐给你的身边 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 同时你也能够在脸书搜寻 搜寻并订阅 那些运动教会我的事 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 谢谢收听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